從你讓我再愛你一遍 看完最多的就是自己住的區 又或者現在做show的分別 以前做show不會特別叫你什麼 因為你始終是show的主持 你不是artist 老闆才會留意你 做得好不好 有沒有下次 但是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有點不同了就是 人們會留意你 和你上台之前都會叫你 我之前做show就是 甚至是師奶認得你之後 她跟你說hi 後來竟然她去買飲品 拿給你飲品 但是我發現電視的吸引力最大 就是它令人對你可能衍生興趣 想知道你是誰 和了解你是誰 過去20年前當然是上電台上班 月薪 再加上就是你接工作 接工作的當然是接私儀工作 很明顯也是看你個人 做到私儀做得好不好 客戶不會看到你其他東西 好 你要接工作 可能我們要接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或是全日的sport day 其實已經比一般人賺錢 是比較容易的 六個小時 其實也很好 誰知道 做了Peter仔之後 有人指我唱歌 我一開始都在想 我唱歌 我還很猶豫地拿著電話 你有沒有想清楚 跟別人說 你有沒有想清楚 你找我唱歌 我最厲害的是思儀 他說不用了 思儀我們有人做的 你來表演唱歌 這個分別就在這裏 我唱了十分鐘 你只會覺得不是吧 為何會有這樣的事呢 而且拋盡我是海內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邊 不知道你心裡 還能否為我改變 想你的夜 求你讓我再愛你一遍 讓愛再窺到從前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邊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邊